一二三 請用錢 江總裁的這一次的畫展 一定能夠給我們學校的師生 有一些衝擊 特別他在我們運用的一些 原料 材料 還有畫質上面 有比較不一樣的做法 那麼也讓大家體會到 其實運用多元的內容 多元的素材 所以我們的時尚 領軍結合藝術 來結合設計 應用設計 那這些領域可以讓我們整個內容 更精彩 更多元 我們這個領域是花園 因為我一直是用這個園 來串人我所有的這個系列 那學校就像一個很大很大的花園 那每個學生就像一顆種子 那我們在學校裡面辦畫展 讓學生有這個機會 他有空就來看 這樣從小培養他去觀賞去看畫 那等他長大了以後呢 就比較會有興趣去看各種畫展 那這樣會知道藝術是什麼 藝術的功能是什麼 藝術美在哪裡 這是我們為什麼要在學校舉辦的這個目的 因為學生對於創作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 但是他們通常都沒有一個方向 那你如果有辦了一個畫展之後 讓學生來看 來學習 讓他們知道這個畫展的創作的由來 他們的重點在哪裡 而且這是我們 江董事長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方向 那這每一個球咧 就像代表雀橋一樣 那這個的 當初的構圖呢 這個很像這個一個金色的大道 很像我們自身其中 好像我們走在這裡或是在這裡划船 可以走到彎源的對面的目的地 那兩旁呢 可以欣賞很美麗的風光 因為這個構想來自於1980年 我去美國德州Hewton 去NASA看太空總署 去看那個阿姆斯狀登陸夜球 去坐那張椅子 所以就有那個記憶那個印象 所以又聽馬斯科這樣講 所以我就創造了這個 用石頭子去創造這個火星系列 多好玩 阿姨 我們現在看見 你覺得沒什麼 我們來看見 對這些女人 跟他玩笑 我們來看見 我們可以看見